禮二年去到最后的阶段 今天的读经和福音都带我们去看末日的景况 我们看到很多灾难 太阳将要昏暗,月亮不再发光 星神要从天上聚下,天上的万丈都要动摇 好像一切天地万物都混乱了 的确我们不想见到这些混乱 这些混乱都使我们感到害怕 耶稣提起这些情况 目的是叫我们去准备 不是将来才去准备 不是明天去准备 而是今天,此时,此刻,我已经要去准备 天地的混乱使我们害怕 不过让我们都看回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对天主的信仰究竟是怎样的呢 有没有这些时候我们都感到混乱的呢 其实在问我们有没有掌握着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没有生活出我们的信仰 假如,我们反省得到自己都有祈祷 的确都有参与尼撒 但是,我们和朋友和家人的关系 有时都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又或者我们自己的生活都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内心有很多的埋怨 在我们的信仰指责失望 这样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混乱 我们所相信的 和耶稣所教导的 是有很多格格不入的情况 耶稣叫我们要把时间 今天就要回头改过 实在耶稣所说的末日警方 不是要黑怕我们 而是要对我们有一份提醒 不要再让这些混乱的生活继续 耶稣说天地要过去 但是,我们的话绝不会过去 所以很奇怪 在这麽令人可怕的境况里面 人子,也就是耶稣基督 就要带着大威能和光荣 成云刚来 混乱会过去的 不好的事会过去的 今天,我们生命的一切 我们所拥有的,所追求的 无论是金民财富 享乐 又或者这些欲望满足 好的,不好的 这些一切都会过去的 但耶稣说 我的话绝不会过去 耶稣的话是什麽呢? 耶稣的话 就是在圣经里面 我所听到的 所看到的 他的圣言 是对我们所说的 充满着 爱和宽恕的说话 耶稣的爱和宽恕 是永远不会过去的 耶稣更加说 他会和我们天天再一起 是天主 永远真实地流露 他对人的恶恶 所以我们整个生命 去寻求的 是这位天主 永远不会过去的天主 当然不是叫我们 我们天天天在圣堂里面祈祷 就是在表达着我们 尋求着天主 天主叫我们 要在不同的崗位上面 去服务他 去为他作见证 所以很值得 我们去反省自己的生活 有没有尽心尽力去生活好每一日呢 有没有做好丈夫妻子的责任呢 有没有做好作为儿子女儿的本分呢 在工作上面有没有尽责的呢 在信仰生活里面 有没有努力地持守信望外德呢 当然 在这一切之上 需要有的 就是每一日在生活当中 祈求天主所赐的力量 去满全我们尽好基督徒的使命责任 所以我们每一日要去求 求天主给我们信德 给我们力量去准备自己 就好像达秦永所说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只投靠你 实在每个人 我们每一位都要面对末日的来临 所说的就是我们个人的末日 我们的死亡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我们都不需要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地去享受 和生活好天主给我们的每一日 有位圣人 圣雷斯公薩格 有人问他 假如今晚 但天主就收回你的生命 你会做些什么呢 圣人就说 我都不需要做些什么 人就说 很奇怪 为什么呢 圣人说 因为我每一日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我每一日已经准备好了 不需要再在生命结束之前 再要做些什么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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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